效果也已经展现出来了 并没那么好 但是反过来讲的是 这一把在没有武器的情况下 其实如果拿了剑击 那周周想把剑击打赢 他选的英雄就不能够当大腿子 就这也算是一个 我觉得这个剑击 如果给到周周 又会面临一个 一旦说是管理不好 这个剑击发育起来 后期被这个分带打得很头疼 那干脆我拿一个剑击 然后我锁住你周周在边线上 咱俩玩咱俩的 然后正面四位四 这可能是OMG拿剑击的一个 比较就有可能的一个想法 和这个初衷 卢纳组合来了 来了OMG梦回1.0时代 是的 尤为的一个狂C状态 我想说如果不拿这个纳美 这卢仙很有可能 还是往中路摇的 但是这个纳美选下来之后 对方卡尔玛的下路 那看一下这个软斧一掏 那TT就不一定能够去拿一个 非得要跟着团队去游走的辅助了 因为这游不起 你游卡尔玛 线都吃不了 那这样的一个颁法 很有可能还是九通家家里 这也是对SMY做一个 坦克类型的一个限制 然后你再玩像洛这样的 我也可以像上一局游戏 这种伤害强把你灌死 让你有去无回 是的 而且这一局拿了洛 动不了 这个洛是没法游走的 这样子见机在线上 跟鳄鱼的对拼 就要更多的注重的 就是两边个人的细节了 就辅助 这局大概率 不会像上一局那样 满世界的跑 泰坦搬了 是的 也是卢纳组合比较怕强开 这手泰坦搬完之后 就是卡尔玛剩下的 合适选择 我觉得家里要算一个 然后 搬个猴吧 TT这里 TT 目前 盖文 那就是强迫你让蒙奇来玩这手剑技 但是蒙奇还有个肾啊 那看一下卢纳组合拿完之后 会不会拿一个强势打野给到阴言 比如盲僧这种带节奏的英雄 因为大可以去保的就是 一个是剑技的编带 再一个就是卢纤的发育 这样子把counterpick留给一个 还藏有各种绝活的二麻 这是OMC比较合适的一个BP思路 就看一下给阴言拿什么样的 就偏工具一点的 还是偏发育一点的 瑞文还能咬 有点意思 而且最关键的是什么 瑞文一拿你鳄鱼的对线英雄 还得打个问号 这盘很有可能 应言去操刀这个剑技去打野 自己拿猴子 这前排加上控制 TT算是很足了大团 但是TT这个阵容是缺少一个硬核输出 飞机算半个 目前版本来说 但是应该是要拿一个辅助了 不好意思啊 辅助的位置上 首先要考虑就是洛嘛 还敢不敢拿了 是的 这一手洛跟猴子进场 效果是不错 老牛也是SMI的一个招牌 包括加利奥 时间已经马上到了 他是在这一手锁了加利奥 就是这个猴子感觉 得掏野核啊 这一局你不保个野核 你没法打 后期没伤害了 拿龙女 对 只剩下龙女或者螳螂可以选了 螳螂跳脸又比较危险 那这样一来看一下 在对方的阵容出手之后啊 二麻会不会考虑 是自己操刀这个瑞文 还是 有没有小鱼人这个说法 大概率来说 我觉得还是瑞文走上 对面太肉了 我觉得小鱼人 阿卡利这一局 练金也行 对面的爆发不够高 那么拿出练金这个肉 在中后期啊 这个双面胶也好 就包括一些东西 还是对对手的这个阵容 有不小的限制 但是OMG整体的阵容 还是比较偏飘的 尤其是上中野选完之后 其实在上中野的一个 发育上来说 并不可能像我们 传统理解当中的 卢娜那样 完全把目光聚焦在下半区 上中野全是姐妹系的 需要打架 需要人头 这一局 再加上两边的阵容选下来 我觉得这个加里奥 更多的是要给到 龙女拿一手宝牌 因为龙女的进场 有炼金的骚扰 其实很难打出 好样像样的输出 必须需要加里奥 去跳一个大招 但是反过来讲 其实TT这个阵容 太看龙女的发育了 龙女可能算是唯一的一个稳定输出 其他的位置打到中后期都很疲软 反观一下就是 OMG倒是算是一个多核 但是OMG的控制相对比较匮乏一点 打的就是一手机动性嘛 包括是纳梅给到的加速 以及是炼金的一个主动球团 这一局 这个炼金拿的确实不错 我开始在想 如果对手的阵容 没有特别肉的情况下 二马有没有可能会把小鱼人 磨出来这一局 但你要说正面的一个团战的对拼上来说 我还是比较看好TT的一个阵容 对 那个冲进十足啊 而且冲进去是有保障的 是的 我觉得有一个大的前提啊 就是看飞机的炸热包在不在身上 有了炸热包的确 TT这个阵容在前中期 尤其是龙团的主动性要更强一些 五分钟的战力 OMG确实要弱一些 包括剑机 锐文都很吃发育 其实炼金也是 没有两件装备也不太能站得住 这把无意还是要看一下 卢西安加纳美的这个组合的一个发挥 而且拿这样的一个阵容 就是两个边线上来说 是一定站稳的是锐文和剑机 对 所以卢西安到中期的时候 还是要往这个中路上去靠 是的 这一盘有一个炼金在 所以说四分钟把中线让给卢西安 卢西安可以在中路爽发育 好 这里直接闪现 换闪现 炼金这一波二麻的玩法比较有意思啊 直接双招闪现加血都给 那么上路也是 对拼得很激烈啊 对 锐文跟这个鳄鱼上来 萌西的被动还是更胜一筹啊 换血上面上转 肯定是要比一级的鳄鱼强的 对 这最关键也是鳄鱼没有机会去蓄怒气啊 就打不是红怒技能 怎么换血都跟锐文来说都是亏的 这一局游戏反正中路二麻就当保镖了 升二级卡住再A一刀 哇 这个血量耗得很残了 吃果子都不敢了 如果蒙期待的是点燃 这波挂上点燃 周周很危险 很有可能闪现 跟一刀平A拿一血了 大海无量 哇 这里1897 我的软斧可不是面团捏的 非常期待 这跟软斧有什么关系 可能说这一局是软斧嘛 上一局大海无量 这一局一样可以大海无量 确实 确实 这也是海系英雄 没问题啊 就是我玩的英雄 你别看样子变了 但是都是水汽生物啊 导播的思维层级还是高 来看一波 纳美 谁说纳美不能游走 但是纳美应该不太会一直远离 但是刚游走下路就出事了呀 对 肯定会压的 就是卢先 卢纳这个组合强就强在打线 但是纳美如果频繁游走 家里要不游走的话就会很难受 这波应该纳美的目的是帮助队友控核线 因为对方是一个龙女 我觉得这一波OMG的做法也没错 抓到了龙女开野的路线 知道龙女要去打速武的情况下 先拿了上核线 在这个剑机少吃了F4的情况下 要去控一个双核线 那对于OMG尤其是前中期抓人来说要容易很多 龙女前期就还是速武的一个路线 对 核线有没有并不重要 下路其实Yuri已经没有闪现了一个状态 下一波龙女出来很有可能是要在下半区找找机会 是的 首先先是上半区 一般是刷完五级之后都会抓一波 孟七很危险 是一个四级半的状态 四级快满的状态 塔下没兵啊 孟七也没掉什么经验 交了一个闪 是的 但是龙女这个大招其实也无伤大眼 因为她打龙团之前也没有大招也不会出来 她会继续回到家里面 从刚刷的舌头人开始再往上刷一圈 这纳美在中路吃的经验更多一些 她比卢仙先升五级 二马也是想抢完这波线回家的 二马的一个经验差的特别多 她第一波线是个下路双族分摊的 然后纳美还来了一波 解了一波线 纳美还吃的是一个炮车线 但是炼金其实有五级就够了 这个英雄不太吃那么多的经济 她做这局游戏就是个保镖 也没有什么别的太大的用处 对的 而且带的虚弱 这一局也是可以很好的限制飞机架上龙女 这两个TT的输出点 这盘周周的第一件装备选择 破败很凶 我们这局游戏可以考虑一下 拿一下峡谷先锋 这一波是直接开完大招的炼金 吃到了家里奥一个点燃 但是从时间上来看 好像这个点燃打盘还能转好 直接给身边洗礼了 把你的杂野扫回家了 接这个雪亮 如先想吃一层塔皮 但是反手家里奥再往下靠 这一波有可能龙女会起飞待家里奥 但水量太低了 目前来说这个时间起飞有点小危险的就是可能在五分钟技能会漏掉 这会两边应该多多少少没有拿到击杀的前提下可能都会保技能 在拿到传统AD的时候打了就是很休憨 一人75块 洗蹄一层肚层 虽然说前期被抓到机会打掉了一个闪 但是发育是没有被限制的 对的 剑机再过来帮忙吃线 这感觉这一把二马好人卡要领定了 大家都来蹭他的经验 不是兄弟们我都这么付出了 这局游戏享受一下合理躺平权应该没问题吧 是的 这盘我就负责搅一搅 搅一搅局就可以了 我就做个搅屎棍进去搅和搅和 是的 那现在时间已经来到了比较敏感的四分半 马上到五分钟 我们也是要进行的是第一波资源团的争夺 卢娜换到上半区了 果不其然OMG想要去吃先锋的 是的 目的很明确 这一波是给自己家瑞文 包括这个剑机这种能带线的英雄 先推防御他去吃肚层 纳美出了真理面纱 这个装备 我觉得心腹魔装里面 真理面纱和高艾链精罐都挺冷门的 对 在我们的比赛场上也不是一个常客 但是卢娜组合去选择出到了这件装备 可以看他等会团战当中有没有可能有一个奇效 对 你变现的来讲 要么你少一个军团盾的护盾 要么你要少一个救赎的这个治疗 看一下这个装备能不能真的会给到队友 非常好的一个保护 关键的一次控制的抵挡 是的 来看这一波TT 还是要去接先锋 因为他们也知道 团前就把家瑞打成了一个彩血 而且上来纳美直接一口被喷死了 带着真理面纱回家了呀 后续 尤瑞的位置输出位置还可以 但是甲骨先锋是因为姐给拿了下来 圣枪洗礼再往前扫 但是TT已经全撤了 是的 那这一波其实纳美的状态太差了 而且这一波周周也是在拿到一个肚层之后 防御塔是直接会被这个先锋处决掉 直接撞烂 一血塔并且是中塔 给到龙女和鳄鱼 这两个英雄经济啊 那这对于整个OMG来讲 很难接受 来看一下这波的回放啊 东的炸药包我觉得这波用的非常不错 而且龙女进场之后的家里要大招啊 这个组合也是让整个的OMG 很难去接下这波团战 他们的阵容反倒更偏向于拉扯 我只能说纳美是真没办法 刚好是龙女挑了一个 她放大招的时间点上 是的 来了一波扑上来 闪现都用不了 现在应该把卢仙摇到中路会好一点 感觉炼金现在吃这个中线 也更抢不到线了 那OMG其实前期节奏很烈 对 而且卢娜组合其实在对线期 并没有特别理想打出来的效果 对面拿到了先锋 现在把你中一塔破了 那小龙基本上也能收下来 贴连抢中线啊 这一波是封锁了二麻的行动 被封印了 现在必须要队友快速帮她解这波炮车线 不然小龙坑的视野啊 时间啊全部都会漏掉 但有可能OMG也直接放龙了 但这条龙如果真的放 对于龙女来讲啊 就她的被动叠的就太舒服了 但还是想接吗 怒涛之要直接来 蒙奇顶在最前面 想第一时间秒杀结 但是结尾方法给炮起来之后 自己能逞下来吗 还是把龙给稳稳逞下来 但自己可能已经有点走不脱了 正面当中应言还在操作 应言居然没有倒 但是在侧翼蒙奇也被东给收下 还要接着往前追吗 是的 王尔吉利普通上来 再接灵光炸弹 S1897 最后一个平衡跟过来 闪现也得死 这波侧翼卡尔玛加上鳄鱼啊 也是很好的在这个蓝buff上面的这个小路口 堵住了这个OMG链金 以及这个剑机的进入啊 就是保证确保你们没有机会来拼乘 来看一下这一波啊 我们可以看到屏幕的最上方啊 卡尔玛开了一个非常漂亮的大招配合鳄鱼啊 直接先拿了链金人头 而且还打退了这个应言 应言的一个破阵的一个速度已经很快了 但是完全是被纯纯的钉绑住了 是的 那最终也是蒙奇在换掉龙女之后啊 自己也没能走下来 那双资源全部落入TT手中之后 再加上这一局啊 这东海闪现平A再拿下了纳美的人头 那这样一来真的感觉从前中期来讲 OMG的这个阵容是完全没有打出什么效果 这一局龙女的发育太好了 挺难的 因为没有什么后期英雄 跟上局游戏TG选择这种差不多 龙女发育太好了 我们来看一下 7600的龙女啊 全场经济最高 龙女这英雄一旦经济飞起来了 这变成龙挡都挡不住 应言过来能拯救一下吗 但自己的血量好像反而被追着打了 应言要倒吗 应言终于死血 应言被杀掉了 同时是换掉了一个鳄鱼 龙女三杀再拿一座防御塔 游戏都快结束了呀 这样打的话 卢娜组合也倒下 是的 主要这盘娜没死太多次之后 正面卢娜根本已经顶不住了 我东哥开始了 上嘴脸 直接开始啊 发了一个比较有进攻性的问号 搞一手 这是这个龙女的装备现在挡不住的 而且龙女又是一个强力混伤英雄啊 你怎么对抗性都难受 而且剑姬主要是因为一先锋没吃到 他的经济停滞了 然后经济又被对面破了一个中一塔之后 一来一回之后 对剑姬是一个双倍伤害 我们来看一下 9500打6400啊 就打野对位经济差了3000 而且剑姬本身就是一个刷野骑慢的打野 他是一个半调子打野 面对的就是龙女这种刷野速度超强的打野之后 的确是没办法 你要是像应言玩个为什么 那还好说一点 但是他这把玩的是个剑姬 这样的一个损失真的无法承受的 打到中后期没有经济的剑姬 也是没有什么太多的能力啊 二先锋看都不敢看 龙女直接也是拿下了 其实我不知道端游怎么样 就手游一个一技能直接能够破眼 这个设定有点恐怖的 直接扑大刀又要来了 闪现咬住 三技能挂上 龙旗只能反向跑 但是完全跑步 突然有二技能一个加速的龙女也太快了 再扑一口龙燕过来想杀应言了 应言打出一个回血阵 再交一个闪现往塔里走 周周也交了闪 只要龙女的三技能挂上被动的 这个点燃效果之后的平A 就非常的恐怖 再吃一座防御塔 这龙女又是一条魔龙 对 虽然杰的出装是很保守 他是破败死亡之武之后 直接转血手这种 蓝盾这种往肉的走 但是不管怎么讲 这龙女的基础伤害 配合三技能的百分比伤害 他依旧是有一个很保底的 不错的稳定输出的 看了两局下来 感觉剑机这英雄 虽然说大家还是那么的爱玩 但是感觉还是不是很好赢 我就不说别的 就我这种玄学大师 我觉得这个BO5剑机有点陷阱 OMG拿的还是很怡然决然 就是自信吧 两支队伍其实在我们 WRL当中都是那种 会更加尊重选手 来看一下东哥 这是发弯表情的飞机 再等加里奥 直接上来一套技能 虽然说是 这个瓦尔西的俯冲被打断了 但是还是打得不错 这波看一下 SMI好像发现自己的输出不太够 优瑞再滑起来 这波是有魔切在手上的 伤害还是很高的 再等卡尔玛过来 CBOY来到正面 给到护盾之后 优瑞也是没法逃跑 这也是在上路打架的时候 同时下路发生的一个事情 现在一来一回 14-5的人头 而且经济的差距 已经来到了将近8000了 优瑞再上来 想用自己的身体卖一波 但是伤害 感觉是一个脑痒痒 是的 那现在马上要到的是 下一条元素龙的刷新时间 我们看一下 接下来 感觉OMG已经不具备正面 接团的能力了 这一个家里要加上一个卡尔玛 只要把龙女看好了 护盾大招伺候成 这龙女闭着眼睛往前扑 其实现在这个局面 已经到了一个28开了 这火龙拿下来 对于OMG而言 感觉真的没有什么太大机会 而且这波团如果接了 大龙就没了 萨摩耶过来想开团 但是被拉扯掉了 没有关系 正面再拿龙 龙已经被拿下来 东又自己飞了 把家里要带了进来 那位置很危险 一眼被一个炮弹给收掉了 蒙奇闪现走 但是尔玛怎么说 尔玛在里面飞了一拳之后 自己也走不掉 再被龙女一口咬死 这一波飞机直接回家 龙女跟着队友往大龙坑走 是最稳妥的 直接上去把大龙run了 因为剑机的复活时间很 很长 而且龙女打13分钟的大龙 配合队友 10秒钟左右足矣 但是还是选择了推进嘛 TT打的是更加的稳一些 毕竟这个位置离大龙坑 还是有点距离 现在血手在手 这个龙女已经是势不可挡了 真的挡不住了 这波最帅的是东哥 这个傻小包 很完美 他在等被击飞完之后 完美飞 然后再给上一发强化导弹 把这个没有吸眼刀的剑机给带走了 这一波最重要的是一个加强的炸包 是分割了阵型 对 而且打出伤害了 就五个人都被那个减速给烫到 现在对于整个的局势来说 我觉得可以等到TT 这边截的下一个怒气叠满之后 就可以大龙逼团了 这大龙是谁的不重要 这波团战要能打赢的话 那OMG可能就要掉高地的 这个团战对OMG而言胜率仍然是极低 在对面有了一条火龙之后 更难打了 第四件装备 终于龙女是补了一件输出装 因为这一局要面对炼金 这个智慧默认比起什么蓝盾来说 效果要好很多很多 这个龙女现在真的是能考能打了已经 传说三件套已经到手 还有一个血手和这个石像鬼玩甲 两个保命的装备 直接可以看一下 TT要不要直接大龙逼团 我觉得打的稍微狠一点 就可以大龙逼团 这个卡尔玛的大招 超凡之勇也是打出了相当高额的伤害 有了面具的效果之后 OMG必须得要回家去补给 主要是真的是当对面的脸都还没看见的时候 自己家就已经没血了 然后龙女开始担任solo龙 小帮一手 小帮一手就是10秒左右的时间就能把龙刷掉 根本不会给到对面机会 而且龙女好像是现在我觉得为数不多 可以点手电筒的英雄 就要的就是刷龙的速度 单挑龙也太强 对 一个龙女再一个螳螂也是勉强可以点 但是其他英雄其实都可以 在最后一层有更多的花样点法 这个大龙应该是让 这个OMG绝体绝命了 下路周周 一个人打两个 你还要追过来想强行跟你弄一弄 打出一个回血阵 英雄登场落下来 泡泡泡击两个 是安全撤退了 但是也没啥说法了已经 是的 TT可以继续中下推 尔玛伤害打出来 闪现给大招之后 逼掉一个血淫三闪撞起优雷 硬生生的是把炉仙 所有的技能全部换出来 这样一来中路带着兵线 还带着三个人 再加上下路推掉二塔之后 这个中塔是没法守了 看下尔玛想去断线吗 尔玛是想断线还是想绝命开团呢 下路这个塔也很难受啊 两个号车在 感觉是骑马的 对 尔玛来了 顶准的是谁 顶准的是一个卡尔玛 卡尔玛的位置很危险 CBOY被炮起来了 CBOY打出了一个回血阵 但是正面当中杀 已经完全抵挡不住了 这一条魔龙还在往前啃 击杀卡尔玛的代价太大了 不过也是因为这一局两边的经济差距实在是天地之别 所以最终TT也是借着前中期稳健的节奏轻取了OMG 对 三局下来吧 每局游戏拿到优势的战队都展现出了非常强的运营能力和抓机会能力 是的 那这一局的确在英雄的选择上面 其实真的把剑击换成个盲松前期去打打节奏 把卢娜这条线抓起来 我觉得包括魏在内啊 这一局可能会让OMG会打得更舒服一点 这首剑击下一局还要不要选了呀 真的有点版本陷阱了 对 其实只损了 不是版本 就是今天玄学了一点 主要是两边拿到剑击之后都没赢过 那就要考虑确实剑击可能在两支战队风格的碰撞上 不太适合现在的一个风格了 等会看看小七怎么看这个问题啊 好的 恭喜TT拿下的这场比赛是率先拿到了赛点啊 确实这个点是值得跟大家聊一聊 就是今天在这个BO5里面 谁拿剑击谁输 然后大家都喜欢就是先手拿剑击 是啊 对 就是是不是说化学反应做的不够好 还是怎么样说 就是其实我觉得剑击这个英雄是强的 然后是也可以走上路也打野的嘛 是都可以去摇的 但是问题是在这样的辅助英雄的配合 或者是其他路的配合上 好像发挥的并没有那么好 我觉得最关键的点可能是 剑击这个英雄不适合他们打这种快攻的节奏 剑击一是要刷 二是容错率又低 三是打团 没有像龙女这么厉害 龙女就举个例子是龙女奥拉夫这种 没那么厉害 对 那你两支队伍都是那种两分钟开始 俯术就游走起来 然后去帮上班去建立优势的队伍 那剑击这个时候完全是自顾不暇 是的 那怎么去把后期的团战中间 就是中间断掉了这一块没有的话 你后面的一个节奏是怎么起来呢 到剑击的一个强势期很难去度过的 是的 就这一局每条线上感觉 剑击不管很难受 下落也没有打出优势来 然后再加上剑击如果埋头苦刷 在目前的版本 他跟龙女就正儿八经相较来说 打团的时候作用还是要略小一些 对啊 而且剑击这种就是英雄 他也不像是像武器大师这样的英雄 说到了后期就强 对 剑击这个英雄 他还要是要看队友 并且要看自己的一个伤害跟出装 就是不像武器大师说 你到了你缓慢的出装 只要到了十 十 几件套以后就无敌了 你就无敌了 就是所以说还是有点奇怪 下一把西洋篮战队就是不要放剑击了 这一局其实还有一点 就是龙女是完全不怕剑击的 你吸眼刀不吸眼刀 关我什么事情 我只要对着你狂打 我就算被你减速到了 你也是打不过我的 这英雄其实不是说等我三件套 因为刚刚大家讲到这个梗了 不是等我三件套 是看看对面 对面怎么只有一件套 我这波打得好不好 对 确实剑击目前来说 咱们先一个问题就是 这两个队伍在拿出剑击之后的一些效果 然后再一个就是今天 感觉电击确实挺没的 是的 来看一看我们的赛后数据 卢西安依然是很高的伤害 是的 但是这场也很尽力 对 二麻被限制太多了 这场炼金根本肉不起来 其实我觉得真的 就是像我们上把赛后说的一个状态 双方的战队 真的是一个教练之间的互相 根据上一把的一个博弈 对